那跟兵器差異在哪 多了一個結構 氣線結構 多了一個質量 多了一個軸心 多了這三個 他接觸點 但點的不是有一個空子 結構 你的氣線不同的東西 刀、劍、棍 長兵類的跟短兵類的 他的結構是不一樣的 你的施法會不大一樣 應該不是說結構 因為你吃的關係 你不想到他的結構性 吃的手法 也不想到他的結構性 這個會不大一樣 第二個軸心 軸心他多了一個軸 就是你手腕 你手腕的軸心 他這邊是一個發力 所以本來你身體的 B聚是只到手而已 但你拿上刀劍的時候 你的B聚就多了一大結出來 那這一大結中間這一個點 這是單獨的軸心 就是純粹細節的軸心 你要用這一節再另外 再拔一個比較出來 走 而質量跟結構其實差不多 砍刀的瞬間 你的手握握著 這個結構跟質量 砍刀的瞬間握握著 是結構 然後你在揮的時候說 它的軸心 它本身的質量 刀的質量要加上指上來 好 第三個 接觸點 帶一任兵器跟 紅帶一任兵器就不一樣 帶一任兵器在你的手腕 這個手腕的手腕的時候 影響到 你的刀砍下去對不對 你的劍砍下去對不對 然後這個刀的方向 這個劍的方向影響到你力量的傳遞 但大家都試掌過了 砍下去只要歪掉一點點 你的力量就會變成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有亂跑 所以接觸點除了 任口以外 挖到我們的軸心 好 那我們現在練這些東西呢 就是把懸數的動作 加上這個 它發力大概就是這個環境成果 但是 這個只是發力 然後武術根本是季極嘛 季極的話分為表裡兩種呈現 表的話就是好法 你就是鏡頭 一般不講就不知道 這個細節 那這每個門派當或阿克 不同流派不同的強調的地方 那基本上 大概像你這些 捨棄掉一些心理理事 在不理想就會直接認識 好 大者開心就可以了